好的我们这边来看斗舞队人插入的第一局下半场军工场 军手掏了爱哭鬼 他的爱哭鬼我们是有见过的 熟练度是很高 但是这套阵容你拿爱哭鬼 我真的看不到任何的迎面 你三跑的剧本 三跑四跑的剧本 我可以给你写好几个 你四抓的剧本 我想都不敢想 对吧 这旁边昆虫一掏 这拿爱哭鬼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 有点头铁了 昆虫学者 对吧 就跟爱哭鬼亲妈一样 往那一站爱哭鬼 真的 这个火怎么拉都不知道了 对吧 你拉到他身上 这还没加速呢 你这刀都补不上 我觉得其实拿雕刻会好一点 雕刻加不仅 他的打这套阵容 要比爱哭鬼好打 而且他的角色上限 也要比爱哭鬼高 想象不到 来看一下这边看到昆虫 走不走 对不对 抓是不可能抓昆虫的 这个局刚才解说分析的是 他们说的是就抓那个心理学家嘛 我觉得就这个阵容就是 你看到前锋和昆虫是不能抓的 只能是找先知或者找这边的心理学家 其实我觉得找先知可能会更好一点 对象说他们刚刚在讲就是不能让这边的心理学家给到一个支援队友的机会 但毕竟抓心理学家的话 他吃的刀要多一刀 那花的时间上面也会多一点 然后给到就是心理学家 他本身那个容错率就高嘛 那这边昆虫 好加速都没有 你看这 这就顶着昆虫拿爱哭鬼 就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真的 是个勇士 是个勇士 外面还有一只鸟 然后这里还有对吧 还要两刀 你还打三刀 前锋但凡再帮忙撞一撞 我觉得就三台机器就去了 所以你就 你让我写剧本 写一个什么三抓四抓的 三跑四跑的剧本 我觉得我可以给你写好几种 对吧 前锋怎么保 昆虫学家怎么保 先知你要怎么给防闪现什么的 你让我去写一个什么三抓四抓的本 不好意思 鸟呢 没事没事没事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这里的话因为 前锋还可以稍微干扰一手 稍微干扰一手 还快板子呢 这个鸟没给上有点亏的 因为鸟没给上的话 整体他的一个牵制时间没拉起来 然后前锋前面还是有意图想去保一保的 这波有点亏 这波有点亏 但问题不是很大 就是先知之鸟只要给到 稳稳的给到前锋 让前锋不吃双倒就可以了 这里G19打的有点平 因为他这边应该是通过密码机的判断发现前锋没有想去救人 这里是给到昆虫 套鸟 昆虫这边应该是有个搏命的 昆虫应该是有个搏命的 等一等等鸟最后时间 虫子再保一手 打一刀 这刀打在了鸟上面 哎呦好亏啊 这波鸟结束 就你说这边一刀打在这个昆虫训者上面 昆虫训者倒了 然后你再去追心里学 完成个双倒呢 那也是一个真胜面 但这波没打双倒有点亏啊 一虎扭开 来看一下这边 这波节奏点没把握住的话 我觉得军事就难了呀 外面还有个满球前锋的 甚至球者这边他都不用真胜的 因为队友已经完成 东旋已经完成一个死抓了嘛 这边前锋选择撞救就好了 他选择撞救这边搏命一套 对吧 前锋这边其实最好就是撞救 搏命一套 然后这些昆虫训者这边拉 心理学院拉开就好了 对撞救 你看这边对吧 这球稳啊 撞啊 对对对对 哎呀 那不能怪我吧 对不对 这个局万一刚刚 还好军事有这边打的不贪啊 他打了一刀 他要是拉火把这前锋秒了 这个局还真多抓了 但你这不能怪我呀 我分析的没有毛病啊 这边撞救是不是贼稳 稳稳稳荡荡的一个穷者保平局 还好还好 这边这边军事有刚才其实前锋没撞到 他应该是尝试去拉火 把这个前锋给秒了的 现在的话 呃这个闪现交过来 一刀能保平 但不一定能争胜哦 前锋这边还保一手 哎你还别说这边前锋如果撞得好的话 还真有机会 前锋要交球了 吃一刀 机子好像能量啊 他这边如果回去挂心理学院的话 机子应该是能量的 那应该是一个多跑了 最终还是一个多跑 但是这个多跑呢有点稍微有点磕磕绊绊哦 跟我想象中的剧本不是很一样 不是很一样 因为爱哭鬼有两波机会 两波机会 第一波就是打那个昆虫双倒 他如果这两波机会都抓到的话 真有机会死抓 因为你这边把昆虫学者给秒了 打一个双挡 那昆虫学者这边机子不够 然后前锋就没来撞呢 撞就又没撞到 对吧 然后这一火一刀把这前锋给秒了 也就是说这心理学院挂飞以后 直接挂前锋 那个昆虫学者就要自己的 那真有死抓的机会 真有死抓的机会 也是很可惜吧 嗯 球人者给到了一些机会 但是军队这边差了一点点 我觉得他这边 嗯 那一波前锋那一波真能考虑 就是看看拉不拉火 因为前锋刚撞 拉球撞树嘛 撞到树上以后 这边是没有球的 但凡火蹭一下一刀 这个局真烦了 那我们稍息休息 看双方的第二局 我们下期再见